我們現在看到這起重大的事件 一名台大畢業 而且之前是在公家機關上班 這名女高材生 在今年三月間 連續發送恐嚇訊息 那麼當時因為是在官網留言 所以警方能夠追蹤IP 那麼追到了她的租屋處之後 才發現這名女大學生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她之前是在官網上面 直接留言說要索討30萬 不然就要危害民眾的健康 這簡直就是直接威脅了 所有的公共安全 後來逮到人之後才認了說 她是因為缺錢才做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麼恐嚇取材現在沒有得理 但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現在警方還是接獲線報之後 依照了恐嚇取材這樣的一個狀況 將她起訴 而我們也把現場直接連線 給我們的記者楊潔安 來告訴我們進一步的消息 潔安請說 好 馬上來帶您關心 全台知名連鎖的速食店 在今年3月9號開始 陸陸續續收到了恐嚇訊息 而訊息內容指出 如果速食店不在指定的時間之內 匯款30萬元到她的賬戶 還報警的話 就會對全民的健康不利 而速食店得知消息之後 是立即的報警 警方也在3月15號 到這名嫌犯的租屋處來逮人 甚至她被抓的時候 她的前一餐也是吃速食店的餐點 還放在桌上 帶您來聽警方的最新說明 那我們鎖定了相關的IP 跟相關的帳戶進行追查之後 發現了一名 葛姓的女子設有重嫌 那我們是在3月15號 現場也逮捕了 葛姓的犯嫌 以及查扣 手機跟筆電各一台 好 根據了解這名 涉案的葛姓女子 她其實是台大畢業的高材生 甚至之前也曾經在農委會上班過 但根據了解她近期已經失業一陣子了 她向檢警公稱 因為自己沒有錢缺錢花用 再加上想起前陣子到速食店用餐的時候 店員送錯餐點 因此她遞願報復 心聲不滿才會犯案 檢方也在今天 將她依照恐嚇取財得利未遂罪來起訴 以上是現場掌握的最新 再把時間交換朋友